回顧过去这一年 台湾政坛发生最大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这一股寒流的崛起 不可思议的是 他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他从南到北席卷了整个台湾 光靠韩国一个人 竟然就拯救了整个国民党 而这一个人 还曾经被国民党遗忘了十多年 有人说就算是好莱坞 恐怕也写不出如此励志的剧本 如果你对于你现在的人生机遇 感到不如意 感到不顺遂 我建议您不妨看一看 韩国瑜他的故事 想想看 如果连这样一个 曾经离开政坛十六年 期间根本无人闻问 复出之后担任一个北农总经理 在退休之前 又遭到了抹黑 遭到了攻击 遭到污蔑 甚至一路被追杀到了云林 而在北农下台之后 他就选党主席也没选赢 然后被派去一个对手 经营了二三十年的深绿地盘 当主委 要什么没什么 没有粮草也没资源 怎么看 韩国瑜他手上拿的是 一手的烂牌 但是他竟然也没气馁 他也没放弃 他就是拼了命地跟你说哈了 反正也已经没什么好失去了 但没想到 竟然让这个卖菜狼 拼出了一个奇迹 他翻转了高雄市 甚至翻转了全台湾 他是台湾政坛当今的 当红炸子鸡 只要他出现就有话题 而最近台北政坛 不断在讨论 他和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呢 甚至连柯文哲他都同意 如果柯韩配 那无疑就是一个 超级梦幻的主题 不理是有可能吗 韩国瑜他又怎么回应呢 快过年了 我们先来看看 韩市长这一段年菜直播吧 今天是要即将要过 我们等于是中华文化里面的春节了 在春节之前 我再来台北做一次 就等于是把过去这几次做菜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ending 因为年菜非常重要 挑在晚上六点 中午的晚餐时间做直播 韩国瑜难得围上的围裙 展现出居家男人的一面 毕竟他也曾经淡出的政坛 沉浅了16年 厨房这些基本功 他做起来可是有模有样的 等一下来一点点米酒 OK 那我已经啪的酒味了 酒味已经有一点 真的吗 会醉吗 不会醉 醉不会 但是已经闻到酒味了 好香喔 然后我们来一点点糖 妈妈的确是有几把刷子 真的 等一下把刷子打出来 市长你刚才加酒的那个有 我们有说好帅喔 你可不可以再加一杯酒 再来 我喝酒多少年了 真的吗 我从来不避讳我 有没有喜欢喝两杯酒 对 男孩子啊 他两杯酒才显得豪放 真的喔 但是不要醉 不要醉 也不要开车 那他也不一定 真的吗 我们家他也会要面临这种困扰的 所以要问你一下 你比武 他又有一个女儿 比武招亲吗 都比武招亲 可以将来我们爱和爱情采业链 像是在高雄 我们将来希望能够营造一个 未婚男女的天堂 真的吗 找到爱情 对 未婚 保费女儿可以报名 他还小不行 那高雄 高雄中你还进去 千万不要谈恋爱 他现在谈恋爱 他爸爸会掉眼泪 真的 哎呀 怎么会 要提早面对这个现实 江湖跑得越多的爸爸 嫁女儿越舍不得 只是示范倒个酒 韩国瑜他也能够连结到 高雄爱河的爱情产业链 可见在他脑子里头 的确有一张清单 上头满满写的 都是韩市长的代办事项 接下来是我们永安的石斑鱼 帮我把这支鱼拿起来 给我们看一下吧 永安的石斑鱼 这我们高雄永安 我们这个石斑鱼口感 好的不得了 真的 所以我下个月要住 因为住一天基层 我下个月要选渔村 一场直播下来 韩国瑜做了四道年菜 他边做菜边聊天 从修马路聊到了赛马场 聊到了赛车场 最后不忘跟所有的市民 拜个早年 韩市长你过年要干嘛 现在不想的 只想好好睡觉 要想睡一觉 好好睡 因为大家都说我眼睛老是发红 对 然后看起来身体不健康 我可能这一段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睡觉 过年会想好好睡几天 不要打电话给我 要好好睡个三四天好不好 好 不要打电话给你拜年 不要拜年 等过完年以后再说 我就像一个静静的老乌龟一样 练龟席大法 好好睡个几天好不好 好 大家谢谢 大家跟观众说一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只要三百一起说 一二三 新年快乐 街场直播其实是在台北做的 韩国瑜特地为了做年在北上吗 事实上在街场直播的几个小时之前 韩国瑜他突然宣布要到台北 帮同党同志陈炳福站台加油 但他一现身 现场除了各家媒体守候之外 还有闻风而来的韩粉热情迎接 这是刻意要减薪跟柯文哲对立的关系 没有没有 绝无此事 你们联想太多了 时间已经被切得非常零碎 每一个事情都非常 每件事情都非常多 每一天都非常满 只要有空档赶快来帮我们 兵笔兄打气加油 这几天虽然我人在高雄 但是时常在心里面在挂念的 兵笔兄的选情 原本据传1月20号 韩国瑜就要北上参加 陈炳福的造势大会 结果却临时变故 改成预录影片隔空站台 这一改就给了有心人 见缝插针的机会 拿韩国瑜和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大做文章 我不来或者我来 跟柯P一点关系都没有 除了我这个踩的土地 在台北市的土地之外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有他的浮显的对象 我有我心仪的对象 没有硬碰硬也没有软碰软 通通都没有 好不好 没有硬碰硬也没有软碰软 但不管韩国瑜他如何撇清 至少在2020之前 他和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始终会被外界紧紧地盯着看 本来传说就在今天1月27号 柯文哲和韩国瑜在选后 终于两个人要碰面了 但最后破局了 难道这只是媒体在捕风捉影 在空穴来风吗 事实上北科南韩这两个人的关系 之所以会如此备受关注 除了这两位是当今台湾政坛 一时余亮之外 更耐人寻味的是 在韩国瑜北农总经理任内 他就曾经说过 在他淡出政坛的16年 只有柯文哲 把他当成一个角色看待 那么因为这个质予之恩 他始终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恐怕将会因为2020大选 而出现变化了 有人说如果柯文哲 他要选2020 那么韩国瑜最终势必要表态 他不能再像之前九合一大选 他回避掉了和丁守中同台的场合 因为2020总统大选 他必须要拥护自己党 退出的候选人 甚至最后 有可能是他自己被拱出来选 因为现在在国民党内部 已经出现一个声音了 2020绝对要推出最强的 而现在在台面上面 最强的不是那四个在打麻将的 而是这一个卖菜了 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吗 最后会推着韩国瑜 他不得不上吗 但不管是哪一种状况 有人说柯文哲的韩国瑜 终须一战 避不了 而是对于重情重义的韩国瑜 他又该如何的智慧面对 我们先来看看 年轻时的韩国瑜 看看陈学胜 这一段难兄难弟的故事 这个沸腾的夜晚 距离投票倒数只剩下12天 这股寒流夜袭桃源 超过了三万名的支持者 挤爆了现场 甚至连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力功 都跑来了桃源 因为这不但是韩国瑜在北台湾 也是他在全台湾 最后一场的站台活动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全台湾最后一场留给你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 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很感动啊 因为没有人可以邀请得到他 因为每一个人都叫他要 一定要回防自己的高雄 你不能再跑外现实 你再跑外现实 最后人家觉得你不重视高雄 我们就敲定 然后最后一场来桃源 因为过去是有东苏基礎嘛 人本来就这样嘛 吃人一口兄弟一道 你看韩国瑜的人 虽然说会亲爱亲爱 但是怎么 这人有正义感 所以他这个人不欢欲 我带人 原出必行 这是政治里面 很多人爱给他赴了 兄弟 我们抱一下 为什么最后一场给了桃源呢 在这个深深的拥抱背后 是一段患难与共的兄弟情 寒天饮冰水 点滴在心头 在我困难的时候 需要帮忙的时候 只要我一通电话 拜托我们陈学生委员 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他永远不会因为 我们在落魄的时候 而忘记了这个老朋友 所以未来桃源市长 应该要有一位 有情有义的市长 对不对 对 那他讲过说我帮他忙 说实在是韩国瑜重情嘛 所以把我帮他的忙 把他真的比较放大了 什么样的小事 可以让韩国瑜记上一辈子 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陈学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所以如果当韩国瑜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能力 能够帮上兄弟一把 他绝对是两肋插刀 付他到不在所不死 这种侠客的个性 韩国瑜几十年没编过 那时候对韩国瑜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一个热血青年 一言不合 看不爽 然后他觉得 四肥黑白不分的时候 是可以干架的人 那是陈学胜第一次听说韩国瑜这号人物 就是个热血男儿 当年虽然一块在报社工作 但是陈学胜反倒是和韩国瑜的太太 李嘉芬比较熟识 因为李嘉芬也是记者 位子就坐在他的对面 一九八九年 陈学胜第一次参选台北市议员 就是多亏了李嘉芬的帮忙 选举过程当中的时候 李嘉芬的舅舅 是我们台北市 这个农产营销公司 亲国部门 叫做华主爷爷给党的老大 所以嘉芬在我第一次选举 已经帮过我 他把他舅舅介绍给我认识 所以让我们也能够顺利当选 李嘉芬出身云林 政治史家 透过关系帮同事陈学胜选举可以 但是说到自己老公 他可不准他踏入政坛半步 没有想到才刚新婚不久 韩国瑜就忍不住参选 台北县议员的念头 结果把李嘉芬气得跑回娘家 是他妈妈 是李嘉芬的妈妈 他妈妈平常是一个很安静传统的人 他后来每次关键时刻 他都会跳出来讲一句两句 他妈妈那时候就从房里出来 二华不说 离婚 离家芬的爸爸李日贵是说 离婚是讲说 他太太当时候从房里出来 就是二华不说 离婚 好 就这样 所以可是后来 李嘉芬就坐着夜车回去 一路上就哭着回去 回去以后 韩国瑜还是化解了他 就是说我不会请假荡才能选 而且我如果这次真的选不上的话 我就乖乖地 就不会再搞了 是 我就去教书 冒着家庭革命的风险 甚至不顾党纪的处分 拼了命也要危继参选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32岁的年轻人 当年对于政治有多么狂热 没有 那时候危机参选 是因为党没有给你 没有给我们机会 没有提名我们 那个时候同时 危机参选的有三个人 还有一个丁手座 我再加上韩国瑜 我是民国78年12月选台北市医院 他是民国79年1月选台北先医院 隔年 对 隔年 然后我们两个都危机参选 我们两个党都没有提名 我们都自己出来参选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一样很穷 我的朋友帮我选完以后 所有的人 所有的器材 包括那二手的面包车 灯光 音响都最烂的 全部就帮忙 谢谢 谢谢 他们那个破车还可以开 只是说常常搞不清楚方向 因为他们一不小心就跨界了 他们就在那边说 拜托啊 拜托 拜托了半天之后 人家刚说 这不是韩国瑜的选区 那边这里是 他们就赶快再开回去 他在中和选是不是 对 他在中和选 他们就开到那个土城 板桥 其实他们眷村也是在那个 跨界的地方 那他们竞选总部就是韩国瑜 就是寿德行村 非常非常克难 那个我们用的那个音响是 最差的 那个大概十公尺以后 大概就听不到的 然后我们就弄一个小的肥皂箱 就在上面讲话 非常克难的 然后因为没有提名嘛 所以你也可以害怕到说 哪里都走不出去 但也可以去想说 那所有地方我都可以去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抱持一个 既然反正没有配责任礼给我 那我们就四处去流窜 靠着一股热情和傻镜 硬着头皮往前冲 韩国瑜第一次参选 竟然只花了七八十万 就当选了台北先议员 在那个胜选之夜 他和他的竞选团队 加起了一共七个人 大家窝在一块儿 吃泡面庆功 我选完以后 这泡面也没用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物资水 什么都全部移到他那边去 这真人真事 你觉得这没什么 但是韩国瑜记一辈子了 你看他到最近光秦帮他写的那本书里头 还特别写到这一段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都是假规计拜九头 饮水寺院的人 尤其我们都是在苦难当中出来的 我们不是透过党提名 然后给你多大的财力 人力资源 不是 我们都是 他是来自于军人家庭 那我是来自于这个邮政子弟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平凡的家庭 你要选举你只有靠自己 然后你就靠一股热情 然后感动很多朋友 所以物以类聚 好像公务局管公务局 建设局管建设局 警察局管警察局 没有一个单位要负责 果真是英雄初少年 韩国瑜当年在现役会的质询表现 很快就在黄复兴党部冒出了头 最著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他在台北县议会 咨询邮青县长 他说国之将往必有妖孽 那个惊天动地的咨询 再加上肢体上面的那种动作 也是一战成名 你要编定预算 购买武器 你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你要打谁 敌人在哪里 你能买口胡说八道 现在社会变 国之将往必有妖孽 就是你这种妖孽 王军党部很重视 这个一个人的英勇表现 所以他很快就从议员 然后就做到立法院 所以不要找进入立法院 回过头去看 韩国瑜他的从政之路 一开始其实 我们用平步清源四个字来形容 并不过分了 因为你看第一次选台北县议员就选上了 之后连续三届的立法委员也都选上了 那因为他这一次的参选 高雄市长 其实他中间台北政坛是有一个断层 对于某些人来讲 他等于是对于韩国瑜这三个字 是断片 他没有记忆的 所以回过头去再看看 他当年从政的那些影像被找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两个人除了外表上面 感觉差很大之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人家说 向游新生 向游新生 他的面向也改变很多 对 那时候的明星级立委太多了 你说包括民党这边的陈水扁 你小智 现在可能大家都遗忘了 澎白鞋 他们四把刀 那国民党这边更不可一世 就是那个赵少康 那真的是政治精通 政治精通 所以在那个头角真容的时代 我对于韩国瑜印象不深 可是有几个深刻 就是他穿着打扮 他很瘦 他以前就这么瘦 那个大西装 你就觉得一个人 好像那个木偶一样 然后他戴金边眼镜 又是个秃头 那最主要是他的面向 你讲的没有错 就那时候觉得 什么时候都像政治愤怒鸟 好像一副要跟人家 干价 大的那种感觉 样子不是很讨好 出登国会殿堂的韩国瑜 尽管成天带着小助理 穿梭在各个委员会 却不再受到美光灯的关注 直到的这一场冲突事件 引发了轩然大波 韩国瑜因为不满立委 陈水扁发言内容 先是在陈水扁发言时推翻桌子 随后又出手攻击陈水扁头部 陈水扁那时候 我们都知道他打军事 避免文明嘛 他很犀利 所以他一站上去的时候 他一涉及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喊毛都竖起来 包括美女记者 因为你的既定印象认为 他可能站在对立面 所以你没有仔细听 你等到那个所谓的议事记录 出炉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溯我才发现 因为他讲说 你就这么多钱 可是农民这么多 你这个钱怎么够分 我是把它全部用百花文讲 你是把农民当租在养 不得了了 因为外审老兵 常常被骂中国租滚回去 那一听到租这个字 他就把既定印象跟 跳空整个发言记录 然后直接等于租 你竟然骂农民是租 然后在这样旁边有个军事立委 女姓立委 萧金兰 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怎么样 韩国一听就说 你是把农民当什么了 他就上去就先桌 他本来动作直到这为止 那个陈水扁都已经回到座位上 他后来所插着口袋 这样子进去 这样子进去 大摇大摆进去 结果后来用左手整个 把陈水扁从位置上这样 他快要坐下 但整个把他掀翻了 所以因为这样陈水扁住院三天 至于韩国瑜和陈水扁之间 韩国瑜说 他承认动手打人不对 不过也希望陈水扁 为自己所说的话 向荣民道歉 至于后续 我会自请 送基地委员会 来处分我自己 高雄市场这一意义来讲的话 很多人对他 是不是把他形塑成说 他就是立法院里面的黑道 只会打人 我觉得那个整个印象 是完全不对的 因为我们身逢其时 我们知道那时候大家都打 谁不打 下场打 法案很多都是打出来的 所以后来他有很多法案 或是他问证记录 你就可以看出 其实有一点点 现在你看到韩国瑜 他的犀利 他的那个模子出来了 连任三届立委 到了2002年 韩国瑜他却失去了 人生的方向 其实跟他自己本身 第三任的时候 书以问证有关是没有错 可是他跨了2000年 2000年台湾翻天覆地的改变 是因为 当年被他打了陈水扁 当总统了 对 他心里面有一个 这个砍过不去 他说陈水扁 根本有过节了 可是连陈水扁都当了总统 他不是今天发布一个什么行政院长 什么县市首长 他是当了总统 没想到政党轮替了 然后他有一些计划 譬如说他觉得那就不用弄了 他就讲这些故事 一层一层地把他所有 小时候的事情都被拉出来 每个镜头都去追 一层层拉出来 就发现每一个人对他的称赞 都被把他当作是一个 他是跟我们一般人 都很一样的人 他也翘刻过 他也浪荡过 对不对 然后他也是自己不干立委了 觉得没意思了 他也是这样做 然后也承前了十几年 对不对 然后他有的历史 跟我们的历史都很像 他也没有权贵的什么家事 也没有怎么样 就算他今天 他的太太家族在云林 是属于政治世家 他也没有因此 而这样的事情 得到什么样的 做了些什么事情 而且我告诉你 他那个所有最衰的事情 都发生在那几年 他02年正式卸任 02年初正式卸任 他爸爸过世 然后在没多久 就是他车祸那个事件 中间虽然有一度 那个中和市副市长 那个职位 可是他每次戴一个帽子 就是好像被人家认出来了 也就这样子 他一年半就走了 不说他中间 他就跟我讲 你知道我那时候 睡到什么地步了 他说我投资一些股票 科技股总盒我很棒 他就只有连投资科技股 都赔了一屁股 那所以就说人到 真正到谷底了 我觉得对他来讲 犹如下地狱那种感觉 可以这么说 那就把他从这个地狱 拉出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 北农总心理智的位置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